29号有读者投书给某媒体指出 花莲圣议员Debus Eli 涉嫌联合家族成员投标花莲圣政府多项标案 在这篇读者投书中指出 独卖解决顾问有些公司 在110到112年间 共得标包括2021花莲慢食产业 不点及国际原住民慢食论坛等9案 得标金额从12万元到700万元之间 总得标金额为1755多万 而Debus在昨晚与今天 在自己的脸书粉丝po文表示 他的律师团已经针对那则恶意的造谣正式提告 包括以而常而的转贴连结 也都会一并截图提告 绝对不容许别人这样恶意的抹黑 文中指出Debus Eli的妹妹陈宜恩 是这些标案得标厂商独卖解决顾问有限公司负责人 而陈宜恩的丈夫高志远 是花莲县东海岸部落智慧旅游协经会 以及社团法人 花莲县援助民族公共事务促进会的创办人 也是花莲县政府原名出标案的常任评委 Debus Eli具有先议员的身份却没有利益回避 30号的上午记者求证 Debus Eli本人时他表示 在昨晚和今天30号 在自己的脸书粉专po文表示 他律师团已经针对那则恶意的造谣正式提告 包括一二传额的转贴连结也都会一并截图提告 绝对不容许别人这样恶意的抹黑 Debus Eli求偿888万元台币 一旦胜诉也将会把这一笔款捐作公益 县政府原名处长都顾塞云泽表示 这篇投书中所指的标案 县政府都遵循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 他也强调针对了德标厂商负责人 与明代有亲属关系一事 都有公开披露 记者综合报道